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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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你现在太能干了 让人家感觉你很能干 我告诉你 记住了 显化也是你自己 等到人家用你了 怕也是你自己 你祸改 我告诉你 你记住我一句话 看见领导面前不得了了 能力大的不得了 做了好一点了 人家真的用你了 又吓得那个样 你不夜工耗聋啊 明白了吧 我打算跟领导沟通一次 就问他坦白说 我其实没有什么能力的 你讲这种话有什么用啊 他以为你有能力的话 你讲了没用 他就觉得你在回避 明白了吧 你可以跟领导说 你说 我只能学着做 我可能会做错很多事情 做的不好 如果领导信任我 我可以先试试看 如果做的不好 请领导帮我换了 就这么多漂亮啊 哎 你们什么都要跟师父学 你们以为你们的师父只会教你们佛法 教你们多少人生啊 你这样一讲的话 又谦虚又好 对不对啊 就好了吗 你就可以 如理如法的做错很多事情 对不对啊 因为人间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不能做的 我们学佛人 你去骂人 得罪人 去揭发别人 背后搞人家 那个鬼事啊 不是人能做的 听得懂吗 嗯 明白 好了 你要叫我做我也不会做 嗯 你给你钱你都不能做啊 这种烂事以后都要下面去 你到了地府里面 你到了下面受惩罚的时候 你说说看你花多少钱你都买到啊 买不到的 照样在下面受苦啊 嗯 这还不懂啊 嗯 师父明白了 嗯 嗯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就是参加法会 还是硬请的出价 硬请家都能请出来的 现在就太忙了 我也打算硬请一下 师父你觉得这样子可以吗 有什么不可以了 他要么就要 他用你的话 你要请假他也会给你出来 如果他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没用的话 你讲老实话不请假他把你赶走了 就这么简单啊 嗯 嗯 明白了 这样不懂啊 弟子太愚痴了 嗯 非常愚痴 哈哈哈哈哈哈 老愚痴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跟师父在一起很快乐的 我跟你们说多实话 一个没有诚心诚意 帮人家合作的人 一个心中对人家有芥蒂的人 他的行为 他的表情 他的眼睛 他的嘴巴所说的话 他写出来的东西全部看得出来的 他以为人家是傻瓜 他才会他才会骗人 他不停的骗人 骗到最后我们自己滚蛋了 就这么简单了 嗯嗯 明白了 好了 明白了师父